剛開始在錄通告的時候 就是說 總認為說 同一個笑話不要在 第二個節目再繼續講 對... 那後來我發現 我們的前輩藝人 他們同一個笑話 可以講一百次 那我想說 不過才重複一次 應該沒關係吧 對 而且你說 人生 人生本來就比當歸還差 這個... 人生比較細啦 鳳玉琳哥 你已經弄得了 你還這樣弄得了 對 而且我剛剛還聽不懂 你在講什麼 你不會懂的 你從來 你一懂今天事情就怪異了好不好 人的一生當中那麼多故事 那你一個禮拜要錄四五個節目 真的... 還不得了 我都把預知下輩子 我都把下輩子的故事 拿來這輩子下輩子 但是你為什麼要上網反擊人家 上網反擊人家 沒有啦 我其實像各位肯都 你怎麼做都不承認 沒有啦 是這樣子的 在座各位肯都很怕網友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藝人 他們靠觀眾 觀眾是他們的醫師父母 是... 但我不是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小市民而已 的老頭 對 所以我真的不怕得罪網友 我經常去定義網友 網友是什麼呢 網友是一群躲在黑暗的角落當中 去從事懦弱而不負責任 工作的一群小螞蟻 哇 你完蛋了 所以呢 所以... 我一比了 所以我為什麼因為你 勇敢的反擊網友 因為網友 神經病 變態 有毛病 然後不誠實 不負責任 沒教養 沒文化 沒有 水快點香 快點香了 再不點來不及了 其實他就要講 後面一定要補充 那是其中的一部分 對不對 當然啦 當然 因為一個環境 他都一定有分理智跟極端的 對啊 你當初反擊網友的內容是什麼 我講一個前提啦 我很少真正為了自己的事情 比方說像這位批評 我就當成是神經病就好 我們怎麼會... 我們怎麼會去跟狗鬧脾氣 沒有 那...其實我真的從來不會 不會有個人的部分 但是我倒是還滿有正義感的 對 那個時候小鐘在主持齊天大聖 是 那有一段時間很奇怪 就是幾乎每天照三餐 不斷地有同一票人 一直不斷地攻擊他 那他是我的節目主持人 如果他不好 其實我的節目也不會好 所以我認為必須要仗一隻眼 那他們內容又很... 讓我覺得很荒謬 他們說每次看到小鐘就很討厭 他的笑聲為什麼永遠這麼的猥褻 對 小鐘的笑聲是猥褻沒有錯 但是你不需要這樣子 今年累月三八兩次 這樣子去批評人家 然後那個網友很厲害 也頗專業 他可以調出我們媒體的 我們媒體的收視率 你也有真 而且是正式的爆點 誰在聽 沒有擔心 網友沒有來 沒有來到現場 網友現在已經打電話進來了 兩台車已經在樓下 網友現在已經打二十鐘電話進來了 因為我看外面的製作人 一直在Cue東西好像感覺 因為我們那個網站現在已經 不是 不是 我是擔心你們後面 會有兩隻熊貓跑進來 還好啦 熊貓都在這裡 自從上次錄完之後 我一直有一個陰來 你知道嗎 我不誇張 我講個奇怪話 我回家睡覺 當天晚上我做夢 熊貓不要來... 然後我女朋友摟著我說 玉琳怎麼了啊 我怕熊貓... 對啊 那你一起icycl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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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